這個可以去煮,還有一層薄薄的蠟 就我們蠟燭煮那種蠟 我之前有試過煮過,不過我覺得要太多 應該不會去做對不對 那個雞不要浪費 好,謝謝 它會一直滑喔 這個,我不建議你種,因為它不是真的滑肉粿 已經太多了 對,然後,我在那個 三峽那邊,三峽國小對面 它有幾棵行道樹,也是這樣子的 那我有去拔,那個就是土肉粿,我有確認 有一些在其他地方,我有看到那路邊的土肉粿 我有拔下來,味道其實差異還蠻大 我那邊有一棵橫式肉粿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它那個味道跟口感不一樣 那個怎麼認陰香肉粿再說 但是,可以試吃一下 你可以吃品質 不是吃整個葉子 最好吃的位置是這個 葉餅的部分 如果連這邊吃都覺得不好吃,那就算了 至少說,不管是陰香還是肉粿 至少那個品質不對 然後這樣吃起來都 剛剛不是說有多嗎 都,這樣吃起來都 因為一樣是髒科,所以吃下去會有像髒素 那種髒老味 可是除此之外 那個肉粿該有的甜味 還有那種黏膩的感覺 它有一種滑滑的感覺,你完全吃不到 你可以試試看 不是吞下去,但你可以知道 那有一些比較敏感的前輩是一吃就暈了 各位應該不是 這個不用吃,它才進去就暈了 我培養好那種油氣 這個應該是有的 什麼東西 等一下,我現在再錄一個 沒辦法產生嗎 既然它會 這是大陸 趕快趕快 老師在講新的啦 趕快 這個種的對台灣 基本上那種植物的毒性啊 它會有一定成分 你要到一定的量 啊這種只是試 啊你 當然有一些東西不是一定的量 你像那個夾竹草 你就不能這樣去試 沒錯 它的毒性比較高 當然 當然 不是那麼淡 但是 你還有紙嗎 這邊還有 這是苦茶 喔 這個很麻煩 這也是麻煩 這是外來種 這個千萬不要種 這個 這個 這東西叫四鍋鐵刀木 可以 四鍋鐵刀木 這個是在 應該在美濃那邊吧 啊 防天器吧 他們那邊很多 這個 粉蝶類很喜歡它 問題是它很麻煩 它的延伸性太強 像這樣一個種甲裡面啊 只要一落地 我每年拔 拔不完 我可以等一下幫你拔這些種甲嗎 都可以都可以 你可以有沒關係 只要記得不要下地就好了 在外面不要下地 這是重點 嘿 我們在除啊 除到現在還除不完 每年 每年一直除喔 一直移 這個是現在為了要種 為了要吸引苦蝶 專門引進來種 叫赤國鐵刀木 蜜圓植物是不是 然後呢 在美濃那邊 種的叫鐵刀木 鐵刀木是 重點是要成材 是要取那個木頭 你以前拿來做槍托 做鐵軌 用的 這麼好啊 對 很可以的 但是不是它 不是它 是鐵刀木 這個叫赤國鐵刀木 不太一樣 不是 這個 這個成長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木材很差 很脆 可是鐵刀木 木頭 非常的硬 非常的扎實 就以前人家做那種木刀 有沒有 那種東西的 刺國鐵刀木 刺膀的刺 噢 刺國鐵刀木 刺棒 鐵刀還是鐵刀 鐵刀 鐵刀 鐵刀木 刀 刀子有沒有 不是不是鐵刀木 鐵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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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還有人種,還有人在炸 有啊,這裡一定有蟲 你說上面喔,很多啊 不是,他有蟲咬牠,我這裡一定有蟲 外面這還蠻多的 這個都還沒蟲的 這個還沒蟲 它的樹形其實很漂亮 有螞蟻啊 有蟲蟲,牠會臭臭喔 毛毛蟲啊 讓你這個果子給你 我有呢,銅錢給牠一口 那你呢 你收集喔,沒有丟掉喔 我們要帶回去喔 這邊,這邊 嘿,直接過來囉 小心喔,旁邊那個會刺 這一顆會刺 嘿,抓到繞過來裡面這邊 我去給我 老師,你剛繞過洛城花莓甲 沒有,那個洛城,基本上種在這地方太濕了 所以都死掉了 等一下立南那邊會看到比較漂浮的洛城 自然架式比較多 我今年種的蠻少的 因為後面那邊都出不去 去年前種的 這個部分啊,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就是,我現在前面這片草地啊 我割草啊 割完以後的草啊 我會把它集中一堆 那你現在看到這一堆有沒有 大家這樣不欺騙這一堆 這一堆當初的 我剛收集的時候 它的高度是這麼高 這麼大一堆 然後畫到最後會剩這一些 那這個是最後已經畫出來的土 那應該 有機集很高 就是 都是那個 落葉跟少部分的土畫出來 既然讓這種土去種出來那個菜啊 你這樣拔起來是下面 菜根是這樣一拔的 菜根是跟上面菜一樣大的 可是你現在外面吃到一般的菜啊 通常它會是上面菜很大一把 然後它下面根只有大概兩三根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一般外面它其實 土壤有機時差這個差很多 那這是我們後來 這部分慢慢在做的 我們會試著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 我們會試著去推所謂的 一般 一般 算 楊 楊 楊 牌 應該是算 菜圓啊 不像現在 一般現在很多人它楊牌是種花嗎 我們是希望把它推成菜圓這一塊 那這一部分就是我們開始在培養就是要做 補足置換的一個動作 那 效果是還不錯啊 不過基本上它需要的那個工還蠻大的 因為你看這樣這一大片收起來啊 大概要一天吧 那它畫的話 夏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加另外的外來物質 就它自然本身去畫 所以它的時間要比較久 大概夏天大概要三個月 工天甚至要四個月 那如果有一些它們會加一些像 豆餅啊 或是一些蛋白的話 它畫會比較快 對 那這一部分就是 我們現在要慢慢畫 然後到時候會集中起來 這個大概割了 兩堆我剛才比這麼高的草 然後收起來這樣子 大概了不起兩袋而已 兩個外面小麻袋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今天要把它收起來的 這比較漂亮 而且你注意看喔 我們這樣採地上是不是濕濕的 嗯 注意看喔 這邊的土 它是乾的 而且它不是那種很乾這樣乾死乾 它就是裡面有一些水分 可是它又不會很濕又不會草 所以它的根系在裡面發展 所以很漂亮 你看這個 然後去那邊 所以土地是在洗的嗎 對 你看它這些根系 所有上面隨便拉的根系 你會發現它 不是這個粗根喔 重點不在這粗根 一般蔬菜啊 或水果 好吃重點是在於 它這個粗根旁邊的小細根 在農業他們叫什麼美味根 這樣的東西 尤其日本他們會定名字 那這個小細根 它是主要去吸收那些養分 按說說粗根很多那個沒有用 粗根只是穩固它的 重點的是這些小細根 那你這樣土 土...土...土壤越漂亮啊 你這樣土...土壤越漂亮啊 你這樣土壤越漂亮啊 你這樣拉起來 你會注意它的小細根越多 對 你這樣這一隻是慢慢它在畫的 OK 好 那為什麼上面... 上面... 上面的... 上面的部分 哪個上面 你剛才不是說 外面的... 上面的這個... 葉子 葉子的部分 長得反而... 反而好 那個底下... 那因為很簡單 因為像這個是因為 它土壤很好 那它根很容易去發展 那外面一般種的時候 我為了要讓... 我為了要生產 就像說 我今天種這一根菜好 因為你只吃菜嘛 跟那個不算嘛 我市場賣也賣不到你嘛 那所以你是不是只要菜 那我種的方法就是 現在一般的種法就是很簡單 我只要讓上面菜的部分 好看 漂亮 就好了 反正你們不會去管下面怎樣 那我要讓它好看很簡單啊 我只要一直給它營養 它不需要那麼多細根 它不需要那麼多根去找那些營養過來 那就覺得很簡單 所以你去看那些很多 尤其是像水根的 水根其實它有些根也很多 可是你看 它上面是很快 那要去辨別這種東西其實 有一個東西蠻簡單就是說 你把那個東西放乾 你要去買兩個地方不同 用土根 然後根用水根 種的菜 你把它放乾了 就是你讓它鋪掉 這樣風乾鋪掉以後 你去秤它的重量 那個就很重要 對 對 你去秤它的乾種 它們所謂的乾種 就是水分流失下來 你去秤它的乾種 你會發現 那個水根的重量差非常的多 它本身的維生物之類的 真的差很多 而且 水根其實有一個主要問題 就是因為 我要讓它長葉的時候 對不對 通常我只要給它淡肥就可以 那它會吸收很多過量的淡肥 不一定 你要看它光線足不足夠 把它的淡肥化掉 要不然 之前在台灣之前 水根蔬菜 一個蠻大的問題 是它的硝酸鹽 通常都是過量 並不一定沒加 可是大部分都會有這個問題 對 我也這個 上了這個有機 上了幾個學期裡面 得到了你這個說法 幫助量 可是最近在 廣播電台上面 聽到它這個什麼 就酒吧了 又在酒吧上面 講說 健康 他說 美國的這個 大概是 博克萊他們那邊研究 就 就 營養觀點看 有機跟 這個 一樣 都一樣 沒有什麼差別 可是以前我們今天有技術 那時候是說 那個微量 我覺得他們的講法 有一個問題在 就是說 我今天我用 所謂的冠型農法 就是我用一些 化學肥料 化學之類的東西 我也可以幫你補微量元素 那其實在台灣 一般冠型農法 最大問題其實 不在於說 它有沒有微量元素 而在於說 它給的東西 通常是淡肥的量過高 我應該這樣講 一般農民種菜 他不會我這批菜種下去 然後拿起來驗說 它裡面 哪一個元素 不夠 我賣菜一張 賣一百 這麼十塊而已 我那個送醫院 那個台灣醫院可能幾千塊幾萬塊 基本上 你那個相對來講 我售價要很高 那種通常是實驗級的東西用 那所以 一般 一般人家強調有機 他是覺得說 它的種植方式是屬於比較天然的 量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可以吸收到 比較均衡 比較多的營養 所以並沒有說 用化肥一定不行 或是怎樣 可是真的就是你那個操作 中間的過程差很多 過程跟技巧差很多 對 不過老實講 就是 以目前來講 冠型農法基本上 它對土地的破壞 實際上是真的比較大 因為你沒有辦法 每次都用分析 去確認說說 你對這塊土地的 那個 給的量 或是害有沒有過頭 老師插播一下 你跟大包容老師說 這個位置在哪 餵 餵